正在发放的是上海金山区凤京镇 一个小区的临时出入通行证 根据上海市新冠疫情社区防控 4月11号最新规定 上海将划分三区 封控区 管控区和防范区 该小区因14天内无阳性感染者报告 被划分为防范区 小区居民可以持证 按规定外出活动购物 据介绍 凤京镇于当天下午三时 便开始陆续发放临时出入通行证 每户发放一证 可供每天一人外出 且只可外出一次 第一份发放的通行证上 标注了4月11号至30号的日期 每次外出会在当天日期上标注 小区已经封闭了十多天 如今可以外出 大家都希望能有更好的精神面貌 小区里一位为居民义务理发的理发师 当天也刻原不断 根据相关规定 4月11号15时起 防范区内会逐步有序开放卖场 超市 药店 母应用品店四类场所 在凤京镇共有17家店铺进入第一批开业名单 当晚记者来到其中一家超市看到 尽管天色已晚 超市中仍有不少附近居民在采购 有的居民甚至跑步进店 根据相关规定 防范区人员仍要减少流动 避免聚集 原则上在所在接阵范围内适当活动 不得流动到封控区和管控区